祈求國運昌榮 國泰民安 經濟發達 再上香 祈求風調雨順 五穀豐縮 生活富裕 總統馬英九拿起香 向馬祖祈求國泰民安之外 馬總統是否有向馬祖祈求他能連任成功 拜完馬祖 馬總統隨後到了廟口 當起有講政打主持人 馬總統話風一轉 他上任以來 詐騙率比扁政府還要低 但民進黨台東縣黨部主委徐秋榮表示 馬政府是前人重訴 後人成糧 民進黨執政是89年 一下子變7千 1萬6 2萬6 3萬7 4萬 到民國94年達到4萬3千件 這是最高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行政院長是謝長廷先生 在88年還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是 剛剛講4千多件 金額是12億 然後一路上升 一路上升 到最高的時候 95年 是蘇貞昌先生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185億 我們上任之後是97年 剛代子下來了一點 然後下來了更快 98到99年一下子啊 從100多億降到了61億 所以說從最高的185億呢 降到了去年的61億 今年呢 應該還可以降到46億 當他在擔任市長的時候 是我們的ABC政跟臺灣最高的時候 另外就是他擔任法務部長的時候 每次我們全國的人民 因為事案的敗壞 所以還出來為了這樣的第一次走上街頭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跟證明說 馬英九他在說的這些事情都是謊言啊 那他覺得擔任法務部長 而形成這樣的狀態 另外就是有關於大件事件的房子 是財政部長 不關於書家權 在擔任財政部長的時候 就已經出來房子 就會讓整個犯罪率降低 他就把我們財政眾數的事情 說成是他後人的兩座要展現的這個證據 所以我是覺得民眾應該眼睛血亮啊 也會覺得不以為人 總統馬英九選擇了中秋節來到台東 除了慰問老人家之外 也端出兒童福利白皮書 不過卻被民進黨台東縣黨部主委徐秋榮 潑了馬總統冷水 公立幼稚園 免學費 政府補助多少錢 公立幼稚園 一萬四 一萬四 一萬四答對了 我想探視跟關心喔 是平常就要做的 那要能夠真正了解就是說 這個弱勢團體也不能是老人家 他們所需要的一些高齡社會 可以的補助 而不是這個時候說 利用中秋節來 利用他的公司的身份 或者是動用這個行政資源 再來展現這樣的關係 總統大選還沒開打 但是口水戰已漸漸火熱 雖然台東是藍營的天下 是否像民進黨徐主委所說的 平常就要來台東關心憲民 而不是久久來一次而已 東台新聞 范耀玲 張玉成報導